音樂五四三 馬仕芳製作主持 假如你是認真的樂迷 這裡有很多厲害的歌 請你張開耳朵 準備收聽音樂五四三 I know it's gonna make you We can say goodnight's day Together Uu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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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Heaven Uu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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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一直守候你 当你独自航行 在浩瀚的天际 星光闪烁着 点亮整个寂静夜空 单纯的你 不顾一切往前飞去 没有人能回答 黑暗到底有没有边境 是否只要努力 生命就一定会有奇迹 静静的陪着你 摸索只想前行 翱翔在未知的旅程 用尽全力绽放 你尽有的光光 那就是最美的旋律 我希望一直守候你 但你不小心跌落浩瀚的心情 别轻易放弃 勇敢找回最初的心 其实在未知的旅程 都是只要努力放弃 有谁能够回答 付出真心为何没回忆 其实还有梦想 其实还有梦想 拉扯着不安定的心理 静静的陪着你 摸索的向前行 昂想再未知的旅程 用尽全力绽放 你尽留的光明 那就是最美的旋律 巴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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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罢里拉 叫梦想 继续努力前进 溺风而生飞行 飞过更辽阔的天际 用尽全力蒸发 你所有的光芒 那就是最美的旋律 我希望一直守候你 我希望一直守候你 这首歌叫做守候你 来自黄远玲的最新专辑里面的作品 欢迎收听酒吧新闻台 FM98.1音乐543节目 我是马世芳 今天在我们的录音室现场 坐在我对面的是我尊敬已久的两位音乐人 他们也是黄远玲这张新专辑 我在说什么呀 小林姐坐在我的对面 还有这个多年的战友 钟心明老师坐在我对面 这张专辑的编曲 还有大部分的乐器的演奏 是baby老师 然后这张专辑叫做永恒承诺 先跟两位打声招呼 欢迎光临 马芳豪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大家好 小林姐的上一张唱片是2010年的时候 发行的美好岁月 那张专辑让我们等了十几年 所以当我们在2012年又听到一整张的新专辑的时候 真的是又惊又喜 怎么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对 其实两年 对啊 两年的时间就出了这么一张 而且这张专辑的整个制作的手工 还有规格都拉得 我觉得是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世道非常难看到的规模了 其实对我来讲 我真的是要非常谢谢钟老师 因为可能我们对音乐的那个执着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你知道我的个性 可能你看可以整个十几年都在做别的事情 是 可是钟老师他会一直觉得 我如果好像一直放任自己去做很多其他的事情 他觉得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他在这段时间其实一直鼓励我 一直跟我讲 就是说你就专心的写自己的歌 你也不要去管市场 因为你可能太多年的时间下来都是在为别人做 或者是为帮别人怎么 你一定要帮他量身打造一个心动 或什么 那他就一直跟我讲说 你为什么不留下自己的作品 所以我想有很多的速度上 其实钟老师给我很大很大的那个push 是 其实因为我们以前做职业的编曲 其实要去制作一个专辑 其实是对我们来说 其实是很工厂流水线 对所以对我来说是很坏的 那当然也在这个流行音乐里面 有很多东西其实是我们想做 可是做不到的 对因为可能预算 可能是歌手 可能是现在的市场定位 什么什么的 可是现在市场的定位那些 有一些东西 其实也并不一定是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可以 可以做的 对 因为所谓的年轻人的态度 其实我已经搞不太清楚 那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我们能做的就是音乐 我们这一辈子都在做音乐 做到现在也都四十好几块五十了 那要做什么 还是做音乐 而且继续去把我们在音乐的历程里面 没有做到过的音乐 一一的在自己的公司 然后自己的安排下 能够去把它完成出来 那这不就是人生的目的吗 对啊 其实我们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是非常的 你知道讨论非常多 然后呢 我们就真的后来回到就说 好 那我们想做心中的什么样的声音 那当然其实对于我们来讲 其实六零年代 七零年代有许多的 我们曾经耳熟的 像那些专辑当中的 为什么我们这次用这么多管乐 其实真的受了太多影响 Doobie Brothers也好 Steely Dan也好 A Swinna Pie也好 那尤其对贝米老师来讲 他还特别的这个 当了编曲之后 他存下了钱 然后去美国进修 其实就是为了能够把心中的声响 完整的写出来 对啊 因为流行音乐里面 其实我觉得他是不够严谨的 对他对配器法 对对位这些东西是不严谨的 那可是我们喜欢音乐 所以我是很自力去研究它 去研读 然后甚至把一些创意 把西方的和声理论 加上我这么多年来 在亚洲所做的这些声响 把它融在一起 可是你说要去录管音乐 在台湾根本 这个机会太少了 那所以也刚好有一个机会 是可以跟LA那边的一些乐手 能接上线 是 对那接上线就 我们两个就讨论了一下 其实就花吧 对啊 所以我们就各自努力啊 比如说他继续去编其他的曲 然后我继续去做很多的 其他的演出 我们来存钱 是是是 现在这个世道 要做这样的一张规格的唱片 以这样的投资 我真的觉得它 它是一个 真的是实现梦想的一件事情 但是对我们听众来说 是大饱而服的 我先跟听众朋友 大概讲一下 这张唱片 大部分的歌都有管乐的配置 跟弦乐的配置 现在其实在编曲录音 这个MIDI取样的音色 已经可以做到非常非常像了 但是这张唱片的这些部分呢 并没有选择用这种方式做啊 而是弦乐到北京去录 然后管乐在好莱坞那边录啊 整个的整个的这个事情 光是别的不说 光是来回机票跟住宿 就是一个开销 更不要讲录音室的 跟这些人室的成本 还有所有的沟通的这个成本 这张专辑的制作期 到底花了多长时间 其实我们讨论的比较久 可是因为你讨论完 你很确定方向 其实真正下去录的时间 就是比 你知道也是有一些花费了 所以我们也是要非常的 就是你要很确定要做什么 对对对 所以整个的顺序是 先先做什么再做什么 先开始是小林老师 他会先写歌嘛 他会在他的小房间里面 然后就一个钢琴 对然后那个demon丢到我这里 然后我就会开始挑歌 把歌我觉得是 比较合适在这张的 topic里面的 的一个一些歌挑出来 那挑出来之后 我就会再去要求他 把每一个歌的前奏段落 跟他想要做的东西 确定出来 那就一个钢琴跟一个vocal 这样子 一个demon的vocal概 然后就把这个东西再给到我手上 到我手上以后我就开始编 那挑一些比较有节奏感的歌 因为我觉得小林老师 他其实是有那种节奏性的东西在 只是说可能市场的关系 让他都变成比较那种 抒情的歌曲 所以我在这张里面 我就因为也跟他就讨论 我们小时候听的那些音乐 其实我们还可以在 你的这个专辑里面呈现 所以我就开始把 底的部分都做起来 然后要的节奏形态做起来 然后再来就请 先请小白 鼓手小白 李守信 先请李老师来录音室里面 我们用那个那个电子的鼓 就是排起来 因为现在那个电子鼓 其实也很像 是是 触感很像真的 所以我们就在我们录音室里面 就把它录了 先让小白录了 录完以后呢 我就去 刚好有一个朋友 他那边有一个 有一个那个那个演奏 小的演奏室里面 有一台那个Boss & Daufer 背身躲夫 钢琴 那我就去跟他 他也非常的 意气相提 就 就 就我在那边录了一个礼拜 然后 一个礼拜回到 我们的自己的工作室以后 我就开始 那个 搭背 然后 对 然后吉他的 吉他是 是一个 Mike Mike 他是 他是取了一个台湾的 太太 所以他就住在台湾 就住在台北 对 那我们就这样搭起来 搭完以后呢 我才开始 开始写弦乐 嗯 好 然后因为那个底 光是底搭完以后 光是在那边做Balance 就已经做了 大概又做了一个礼拜 嗯 因为你要把那个Balance做好 嗯 然后 整个平衡 对 均衡做好 然后 这边还可以再画龙点进一点 加点什么加什么 对 然后 然后就开始写谱了 哦 对 谱一写完 所以像 像 刚刚 那个马方说 我们 那个机票啊 时速啊 其实我们完全没有机票跟时速 哦 因为现在有网路 哦 可是呢 可是呢 我 我在写那个谱的时候 就要很detail 嗯 因为 乐手是一发下去 他看着你的谱 是 就催完了 哦 就录完 明白 所以像我在录音室里面工作 我是很不习惯 不喜欢也不习惯那种 在录音室里面 熬 在那边磨 哦 那我不喜欢这种 是是是 对 因为我觉得作曲家就是应该要准备好 嗯 所有的准备好就是 你所有的谱上面 功法啊 表情 轻重 嗯 就是都写好了 哦 所以谱我只要一寄到北京 管乐谱一寄到好莱坞 是 然后 他们就录了 录的时候我也不听了 然后录完他们就寄回来 是是 就长这个样 哦 是这样子 其实 事前的准备 很重要 其实我说到这个事前准备 以前呢 这个我们认识的几个朋友 他们也曾经去北京录音国 嗯 这个你知道 就是当你写的不清楚的时候 你以为就说 哎 反正就是像我们平常工作的内容 哦 写写谱就好了 寄过去之后 然后呢 送回来之后就发现 哎 怎么我要的表情都没有 哦 然后呢 他们就打电话联络 就说不行要重录 然后那个老师就说 重录 怎么重录呢 你就写这样子啊 你如果要什么长音啊 短音啊 要跳功啊什么 你要写上去 嗯 你如果不写 他就是这样 嗯嗯嗯 所以所有的事情都要很清楚 本来 本来这件事情 就是应该是这样 是因为在台湾 大家太熟悉了 好像我们 租一个录音室 找一个吉他手 然后和弦写给他 和弦写给他 这件事情就是一个 很奇怪的地方 你和弦写给他 然后他要开始找 这个把位到底好不好 对不对 哇 你光录一首歌的吉他 你要花五个小时 六个小时 哦 对 可是作曲家应该是要写好的 是是是 你要的频宽 嗯 那些都在你的掌控里才对 是是是 而不是说 我们今天换一个人 来 他就 这个歌就长得不一样 哦 对 那那那那 那我不觉得那个是叫做一个作曲家 嗯 对那那只是一个 呃 我们对音乐喜欢的人 嗯 所以我们找很多朋友来 嗯 嗯 嗯 是是 是出来的 嗯 对 可是那是 那也是年轻的时候应该做的 因为你在各个不同的尝试里头 嗯 可是等到你到一个 这个还是规格啦 对 没有你到你一个label的时候 你就要去要求自己 嗯 阉格到那个程度 是 这些就是我要的身体 嗯 我就全部都在手 都在谱子上 嗯 那一寄过去 像老外 好莱坞那些 他们都是谱子啊 对 那你你根本不需要跟他们摸 是 对像像有一些 alip的地方 就是让他即兴的部分 那些即兴就不能写 嗯 你写音就不即兴就不好玩了 对 所以呢 你要把和弦啊段落啊 写得很清楚 因为老外的那种 你看就是 他就是这样 他就这样看下来 嗯 他刚才从头到尾吹一两遍就 这个事情就好了 是是是是 这个有点像那个 不同的 就拍电影啊 导演跟演员的关系 有时候演员是碎形导演一致的工具 有时候 导演是放牛吃草行 是 他就告诉你这段大概要 发生什么事 嗯 就让你自己去演 侯孝贤有时候会这样 是是是 但有的不行 对白一个字都不能改 是是 这样拍出来的电影都有可能很厉害 是 但是一定要很清楚 导演要很清楚我是哪一种的 对 对对对 没有错 嗯 这张专辑刚刚听起来很有 就是 呃节奏部分要先确认下来 所以鼓跟贝斯要先先先确定啊 所以这张专辑小白老师 其实有很多 我觉得蛮抢戏的表现 哈哈哈哈 对 像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叫冰岛 这首歌它的那个鼓哦 就觉得很生动 是 因为这个歌的鼓哦 其实是不好打的 嗯 因为它其实呃 呃其实打的又少 嗯 可是呢 它就一直从头到尾一直keep那个groove 是 一直顾着那个律动而已 对 可是这种律动 其实东方人是很难打出来的 没有错 因为它它 它其实又建立在那种三连音的 六连音的上面 嗯 所以它的groove是很细很细很细的概念 然后让整个那个flow 整个那个那个 跟着那个 好像跟着水流这样 是 海浪 这样 对 其实讲律动 我真的觉得 汉人的传统音乐 就 就比较没有这种律动 对 我们的节奏感是比较单调的 是 所以 对我们来说 律动是要后天去学习 跟发现的一个事情 是 是 一定是可以发现的 可以 嗯 那这首歌我就觉得 哎呀 这样一路 就像小林老师讲 就像那个 在海上飘啊 飘啊 飘啊 对 我们先听听这首歌 这首歌叫冰岛啊 回头来跟黄韵玲 还有钟星鸣 两位老师继续聊 哦 勇敢讓愛繼續 你也會 你看這個中間的留白也是 而且那個弱音器的小號也是很搶戲的 其實我在這張專輯裡面 其實最早完成的歌是這個 這個我在去年就寫好了 只是這個過程當中我一直在想說 後來寫的歌然後自己心境不太一樣 那節奏也比較多 可是比起來這首歌就聽起來比較 好像憂鬱一點 有一點點感傷 所以那時候在想說到底要不要擺進去 對呀 可是後來討論之後還是 就把它放進去吧 是不一樣的一個音樂型態 而且這一個人就都是小林老師自己編的 我只幫他加了一個bass 然後幫他把那個和弦更確定下來 然後跟管樂手那個溝通 那管樂手能夠去去艾琳 我們豎起耳朵再聽一下這首歌 一場突然的大雨 不是結局 不來 我能否原來 我還期待 烏雲散跡 陽光照耀大地 你 唯一 Yeah Lin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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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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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象中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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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只是想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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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的是98 欢迎回到98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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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